那在这边呢我们要问一下就是艾菲尔老师啊在下个礼拜呢各个星座的整体运势是如何呢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运啊 在下个礼拜9月10号到9月16号的这一周的这个星座运势如何 我们来看你的太阳以及上升星座我们分四个星群啊 看看在这一周的你的好运和回数落在哪一个星群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两颗星的这个星座朋友 如果你的太阳上升是双子座的话在这一周呢请你注意交通的问题哦 有可能会叫车泡毛或者是说被开罚单 所以你停车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呢来看一下这个两颗星群的还有哪些星座要注意呢 水瓶座请你也要注意了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来宾有水瓶座的朋友哦 要注意在下个礼拜是会持续破财 水瓶座最近花钱比较重哦 所以呢其实你要用情要特别注意了 两颗星的朋友还有特别要小心的是双鱼座的朋友 有烂桃花这个烂桃花呢比较是感情的纠纷 有可能会爱上不该按的人 或者是会暗恋一个不可能的对象提醒你注意 再来三颗星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运气好一点 来天明座的朋友注意了 要小心中暑 天气还是很热 因为虽然已经入秋了哦 太阳很大 现在有点好像很正壮的是不是 真的有点压燃压压 小心秋老虎 所以呢多补充水分哦 注意防晒 三颗星的朋友还有哪个星座呢 是摩羯座的朋友 要注意在这个礼拜呢 遗失的物品要小心了 你的钱包 你的手机 或者说你的信用卡 你的身份证件 请你都各方注意 来三颗星的朋友 还有哪一个星座要注意呢 天蝎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呢是花钱的时刻 各种花钱哦 手也守不住 所以呢你既然知道是一个花钱时刻 所以呢尽量省财 守钱为主哦 在四颗星的朋友 我们看哪一个星座 比较好运的是 射手座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射手座的话 那个旅游的约会是可以把握的 带你的情人一起去约会 或者是远方情人的话 可以在这个约会当中哦 增温爱情 四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巨蟹座的朋友恭喜你 旧爱复合的机会 在这一周请你持续把握哦 所以呢多跟对方主动告白 感情的回温机会 非常有可能 牡羊座的朋友 还是不错的 是一个越忙越忘的状况 如果说你是牡羊座的话 这一周非常的忙碌 各种开会 各种的出差 请你都把握 因为你越忙越忘哦 再来五颗星的朋友 非常恭喜你是属于好运的排行榜里面哦 四座的朋友恭喜你是创业的好运 所以这周会出现哦 贵人也会支持你 再来五颗星的朋友 初五座 金钱丰收时刻终于到来 各种的买卖回收机会 是红利大增 五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金牛座 恭喜你 转型成功 各种转型 转变工作 转变你的外形 或转变你的一座打扮 都会获得好评 再来我们来加码的部分 工作运的好运是谁呢 在本周的好运工作室 四座的朋友 恭喜你工作最好运 财运加码的部分 是处女座的朋友 各种参与无往无利 桃花最旺的恭喜 是巨蝎座的朋友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呢 我马上来问一下 周应君老师 在下周呢 各个生肖的整体浴室 又是如何呢 下周9月10号到9月16号的 整体生肖应试 我们来看一颗心的 我们来看看如果是 属虎的属马的属狗的 下周的整体应试是 洗甲仇真做事要冷气 可能会缓缓缓缓的 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 如果说你期望越高 可能期待就会落势越大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 所以说是洗甲仇真做事要忍耐一下下 再来我们看看三颗心的 属兔的属羊的属猪的 下整体应试是 游喜有忧要手中求进 就是游起有落 游喜有忧很多事情都会这样 起起落落就对了 起起落落 那就是有些不必要的花卉会进来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很有赚钱 可能就是说 算有钱钱没本 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可能算家有赚钱 但是你的钱就看不到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钱有钱钱没本 再来就是四颗心的 我们来看看 属牛属鸟属鸡的 对 喜出望外 诸事顺通 就是你有贵人的帮忙 赚钱会比较顺利一点 头肚的心血也得到了回报 所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相当的不错 再来五颗心的 我们来看看 属老鼠的 属龙的 属猴的 不错 谢谢恭喜 采喜一门名利双收 就是在工作财业方面 都达到掌平板的方向 所以说 不管是有一些 就是你如果说工作上面 有一些旧客人 新客人都特别的多 可能你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能够打响你的知名度 让你名利双收 所以相当不错 我们再来加码一下 看财印最旺的是哪一个生肖 来 哇 属老鼠的 下周的财印会特别特别的好 再来是事业方面 属虎的朋友 在事业方面会最旺最胜利的 再来我们看看桃花最旺的是谁 属鸡的朋友 这台桃花外面会非常非常的不错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那最后呢 我们要问一下李玉佩老师 在益金塔罗占卜未来的一个月 我哪一个方面的运势最危险 这几十三个方法 在第一一集中